颱風風神明早8點會進入日本港800公里的境界範圍 到時可能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我們就聯絡到天文台處理主任李子祥 李先生 嗨,你好 你好,我想問一下明早是否有機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颱風風神現在還集結在馬尼拉的西北 12點鐘的時間集結在馬尼拉的西北約50公里 預計在未來24小時會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 市速大概18公里左右就會過濾鬆 天文台會根據風神的移動路徑和強度 就可以密切評估它的移動路徑和強度 到時還會再次考慮 現在初步看來講 是否預測早上都會進入香港的境界範圍 根據我們的預報路徑 風神在明早上有機會進入我們800公里範圍之內 李先生,其實現在酷熱天的警告就繼續生效 其實現在今早早 今天來講,陽光都充沛,風力都很小 市區氣溫都上到32-33度 西界部分地區是33至34度左右 至於天氣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明天天氣還是天晴 日間的天氣都很熱 最高氣溫都會有33度 吹興來自和門的西南風 而隨後掃天天氣都仍然炎熱 最高氣溫都有32度 現在在福利賓方面的颱風風神 預計會否影響到香港呢 按照我們現在的預測途徑 風神有機會在明早早上 即是星期一早上 進入香港的800公里範圍 由於風神在未來幾天的路徑 我們預測是有機會轉向東北和減弱 要視乎會否影響到香港才再作考慮 而最重要考慮的東西都是 去介紹明天的最新預測路徑和強度變化 我們會根據這些資料到時再作評估 颱風風神橫過菲律賓呂宋 現時集結在馬尼拉茲西北偏北 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志祥說 按現時的移動途徑 風神將於明天早早進入本港800公里的境界範圍 受颱風影響 原定明早11點30分前往廈門的集美客輪 宣布取消行程 乘客可以在一個月內退票 至於本港天氣方面 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 本港今天陽光充沛 下午新界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 屯門、大埔、石崗都錄得34度 在酷熱天氣之下 有行山人士懷疑中暑 在下午2點多 一名48歲的女子在屯門井頭村附近行山 期間感到不惜 報警求助 救援人員到場 安排她坐輪椅下山 再送屯門醫院治理 在今早清晨時分 台風風神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 進入南海 在今早五點鐘 風神的中心非常接近香港800公里的境界範圍 天文台會在今早分析最新的資料 和決定有沒有需要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風神的環流比較少 所以香港在今日出現強風的機會不大 和風神相關連的雲雨帶 都集中在她的南邊 所以香港在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都比較上炎熱 今天的天氣 我們預測是天晴 天氣浩熱 最高氣溫到33度 有需要在附圍活動的朋友 最重要是喝多點水 和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之下曝曬 如果覺得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應該盡快去一些比較陰涼的地方休息 避免中暑 一號戒備訊號在今早7點40分發出了 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 在香港的800公里範圍內 可能影響香港 早上8點的時候 颱風風神集計在香港的東南邊南 大約是700公里 我們預料她會向西北 或者西北邊北的方向移動 持續大約是14公里 靠近中國的東南部 因為今天風神和香港 仍然會保持一段距離 所以預料香港今天的風勢 仍然會比較弱 所以香港今天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 是不大的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就會是天情酷熱 但是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因為海面可能會有暗湧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 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風神在今早進入了香港800公里範圍之內 所以天文台在今早 發出了一號戒備訊號 由於風神和香港仍然保持一段距離 要料她在今日之內 仍然是不會太接近香港 所以今天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 其實是不大的 長遠來說 就視乎風神在哪個位置轉向 我們預測風神會是轉向的颱風來的 它在哪個位置轉向 對香港的影響分別就很大了 但是在今日和明天來說 風神應該是慢慢接近香港的 市民應該留意天氣報告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今天來講 天氣就是天晴浩熱 風比較細些 明天來講 仍然是天晴 還有都會挺熱的 暫時在今日和明天 風神的預帶 應該都不會影響香港很大的 颱風風神 但是市民要留意了 很多時在一個颱風到之前 仍然是天氣好的時候 海面上已經是有暗湧的了 所以市民應該是遠離岸邊 和停止一切的水上活動 天氣來講就是大致天晴的 還有有煙霞 稍後那些風會轉吹偏北 還有那個離岸的風勢就會是間中窒徑 到時是會有幾陣驟雨 我們預計受到這個颱風風神的環流影響 我們的天氣就會是逐漸變為多雲 還有有幾陣驟雨 在未來的幾天 任英明女說 風神明晚會最接近本港 鐵文台有可能明早改發3號強風信號 風神已經稍為減弱 它現在是一個強烈熱帶風暴 我們預計它會向北 或者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14公里趨向華南 雖然風神稍為減弱了 但是它會繼續移近香港的 所以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 按照現在它的預測途徑來說 我們在晚間需要發出這個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是不大 但是到明天早上稍後的時間 但是當它進入了香港的300公里範圍裡面 我們的風力就會逐漸增強 所以明天早上稍後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 我們預計它會在明天稍後的時間 或者是明天晚上最接近我們 那天氣來說就是大致天晴 有煙霞 那個氣溫就是介乎27至32度 風神已經減弱了成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 那現在來說它集結在我們的東南偏南 大約是530公里左右 我們預計它會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14公里的 吹向華南的 雖然風神已經是稍為減弱 但是它是繼續這樣移近我們的 市民就要仍然是保持警覺了 按照它現在的移動途徑 我們在晚間的時份 需要發出這個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是不大 但是明天我們預計它會在明天早上稍後的時間 就進入香港300公里範圍裡面 到時我們本地的風力就會逐漸增強 那我們明天早上稍後 或者需要考慮改發這個3號強風信號 天氣來說就會大致天晴和有煙霞 明天稍後當風力逐漸增強 和我們轉吹這個偏北風的時候 就會有一兩陣驟雨 氣溫就是介乎27至32度 在晚間來說強力熱帶風暴風神 繼續採取一個偏北或者西北偏北的方向 就橫過南海 預料它會仍然採取這個移動的方向 迫近廣東 按照這個預測途徑 今早發出3號強風的信號的機會是不大的 但是風神將會繼續移近香港 香港在今天稍後時間的風勢會慢慢增強的 今天稍後發出3號強風信號的可能性不可以排除 到時天文台會分析最新的資料 然後就決定一個最適當的做法 預計今天的天氣 都會說部分時間有陽光 但是也會有些趙雨 展望未來的一兩天應該會有些零散趙雨 天文台呼籲市民 其實應該採取防風措施 以免損失 還有海面可能有點暗湧 市民應該遠離海岸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